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自从开始做纪录片以后呢 所做作品的一个一个统计吧 但是我今天所要告诉大家的不是那个单集啊 就是一个一个独立成章的这个纪录片啊 就是一集一个电影 不是这样的啊 我想说的是一个清单 就是我的所有凡多集 就是说是三五集为一个系列的啊 这就叫做多集纪录片啊 一个标题有三集 最多达到五十五集 甚至还有像这个胡侃 这个也是 这个是无休止的啊 一直是要说下去的啊 把这个编年啊 拆开来看啊 就是每一集的这个数量 加上我的所有单集啊 下来已经近乎两千个片子了啊 所以我们就简单说一说 我这个能够代表我这个创作历程的这个多集纪录片的编年史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呢 我觉得很有必要啊 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啊 我一直在想 因为老有朋友们问我 看到您的那个胡侃里啊 有些选片啊 选以前的这个片子的这个片段啊 哎 多少集 什么什么 第几集的 哎 某某某啊 片段 那这些东西从哪里可以看到呢 我们如何去看呢 哎 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啊 这是有朋友给我来信啊 或者给我留言 所以我今天就满足大家 不光是讲这个片单这个事啊 我还要讲这个 因为这些系列呢 重要就重要在 它把这个2010年以后啊 我的这个人生啊 系统的 哎 成系列的这个连锥了起来 所以有些主题啊 它真是反映了我一段时间的这个活动行踪 思想轨迹啊 也就是我的人生活动 非常具有代表性 而且呢 我打算之后呢 选出其中几集啊 专门去讲这个 就是每一集每一集往下讲 讲纪录片制作的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也就是 讲我啊 所记录的那件事儿 在我的人生中发生的那个进程 那个过程 我先念这个单子啊 哎 除了我现在讲的这个胡卡啊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准记录 是一个漫长的 我打算用死生之后的这所有时间啊 来连续 把它讲述下去 就像人生日记一样的 大家都有过写日记的经历啊 我就像写日记一样的把它一直写到我离开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是当我发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啊 我在揭开棺材盖的那一刻啊 我会告诉大家说胡卡到今日为止 永别了 我是从2007年啊 那时候我还在北京 开始拍摄一个最具规模的这个纪录片 就是人物访谈 中国公知人物访谈 这个系列呢 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啊 哎 目前已经做到55期 就是努力走向公民社会 很多人在跟看 三五天就是一集啊 那是我在北京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嘛 这个人脉资源也多 很容易采访到这些著名人士啊 大家只有通过代理才能看到啊 哎 当然现在呢 有一话题 哎 又可以看到了 我再断断续续的再修改 再制作啊 总之您得通过全代理 方能看到全部的这个所有55集 它涉及到许多许多著名的人士 我就不点谁的名了啊 大家自己去看 努力走向公民社会 最后一集我记得是 就是拍摄的丁佳琪 这是我在西安我的寓所拍摄的 另外一个颇具规模的这个影视啊 是我用最简陋的设备啊 就是一个208的这个卡片机 就是这个照片机 它仅仅是具备动画功能 啊 就是动态的画面 当然实际上也就是摄像的那种效果啊 哎 用这个卡片机拍摄的 它达到了44级 但是 现在呢 我所能提供给大家的 大家能看到的也只有39集 因为当时呢 有些刚一发出去 就审核不通过 这个万里黄河溯源行啊 它这个内容呢 是我那年 就是09年 骑自行车从格尔木出发到西宁 甘肃 兰州 宁夏 内蒙 陕西 河南 哎 这样沿着黄河走的这么一声 走了五个月 所留下的影像 你比如说有一个 我在宁夏资质区的雇员室 采访了一个女士 她是一个公安 她本人是一个公安 但是呢 她本人却被劳教一年 被关在女间里 是因为一场说不清 当然透着很多冤屈啊 这样一件故事 我就不说故事了啊 我请她在非常简陋的这个房间里 对着我的镜头 给她打了一个背光 所以她是一个剪影 她讲述了她在这个女子看守所里啊 一年的经历 哎 这当然就包括了很多这个 很可能是大家所没有经历 和没有听说过的一些一些情景啊 比如说女性的这个 在看守所里边的卫生条件啊 哎 包括发生的同性恋的故事啊 还有呢 总之里边一些这个种种的不平啊 心理变态 哎 有很多这样的根本想象不到的啊 哎 我把她这个故事啊 放在苍凉的琴枪音乐这个背景后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她是在平良古道上发生的事情 我用这个音乐啊 开头和落尾 完成了这部片子 但是呢 这片子呢 很快就被 哎 就没发出去 审核不过 可是呢 当时的这个影视平台比较多 你比如土豆呀 搜狐呀 五六呀 总之很多啊 不光是现在的这个优酷 搜狐 网易啊 当时非常之多 所以呢 个别的还保留了下来 这个情况呢 一直保留了好几年 后来才 哎 逐渐的被清除掉了 这个我们也不计较她 现在咱们可以通过代理还是可以看到的啊 哎 另外呢 就是南水北调刑 哎 我给它起名叫水记 水嘛 喝的水啊 记录的记 水记实习 哎 是我那年10年吧 11年啊 那次从北京出发啊 沿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啊 就是北京团城湖啊 就义和园那个地方有个团城湖 南水北调进京以后呢 终点就在那个位置 从那开始骑自行车历时一跃啊 到了丹江口 在这一路上啊 我的所见所闻 同时呢 到了丹江口以后呢 我又发现了 由于这个南水北调这个工程啊 导致的移民现象啊 非常严重 我的注意焦点啊 又转向了这个移民 哎 移民话题 哎 所以 这一程呢 到丹江口并没有结束 我接着呢 又到了湖北隋州 也就是厄东北 哎 到了那边 因为很多移民啊 从这个山里啊 移出了山区 沿着汉江一直分布到了最远到武汉 我又到了他们那边 就是移民新村 他们到了新地儿以后 跟当地这个居民啊 的关系如何啊 他们的生活条件 是一个怎么一个基础 怎么一个情况啊 我跟着这个 又走了这么几城 哎 用纪录片反映了出来 这个总共是做了十几啊 另外呢 就是西区长安行 这一次是我最艰苦的一次旅行 骑自行车 由于在北京无法待下去了啊 这个由于种种原因啊 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啊 我从北京出发 被迫离开了北京 是十一月底 这时候已经开始下雪了啊 我翻过了这个吕梁山 太行山 冒着大雪 推着自行车啊 那个 那个就是滑行嘛 根本就就就 就无法骑行啊 这样一直骑到了这个 丰林路 进入了陕西 这个大概骑了半个多月吧 回到了西安 也就是那次啊 回到西安以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居住 就是我是在北京居住了十九年半的这个历史啊 来了一个终结 而在北京这个郊区的那个 我那个居住点啊 地下室里放的我的那些东西啊 由于当时还没有这个快递能够从北京长途跋涉到那个地方安平镇嘛 到安平镇去 就是停战以后那个电影发生的地点啊 到安平镇去把那个地下室的东西给我快运回西安 我几次动这个念头 没有实现 直到十年以后啊 快递啊 已经遍布全国了 所以我才花了一千五百块钱 请朋友从北京这个地下室里把我的所有的东西啊 打包 运回了西安 当然扔掉了一半 带回来也就是十几包 十几箱啊 有意思的 里边有一件睡衣 我喜欢的那个格子睡衣啊 在十年以后我重新穿了起来啊 在西安 重新穿了起来 这是如何一种体验呢 当然那些煤气罐啊 什么冰箱啊 我都当时就扔给了当地的朋友们啊 都风刮了 就这次呢 西去长安啊 我借用了老舍的那个剧 那个剧作啊 就是希望长安 套着一种苍凉和悲壮冒着大雪 而且是被迫回到西安 我在北京已经无立足之地了呀 不容我在北京待下去了啊 这些话题也许我以后会说到 涉及到的是我会说到它的 我会解释清楚的啊 哎 我做了四集 这片子一直回到了西安 当然这四集呢 一路上记录了这个 山西瑞城县的这个农民这个枣难 哎 枣子啊 吃的那个甜枣 发生了灾难 风灾 导致了那年大规模减产 哎 我记录了农民的这个悲壶 也在山西啊 记录了一个眉窑窑啊 就私人窑窑 给孩子娶媳妇的那个热闹的那个壮观的场面啊 在访谈中啊 也听到了那个当地的那种财富观念啊 的记录 这个也做了个记录 这是其中一集 哎 总之还有几集啊 大家可以通过带里看到 这是西区长安四集 另外呢 我在北京一年啊 做过一次这个林彪事件四十周年研讨会 是由高于大姐组织的啊 组织了这个林彪这个坠机的这个三叉戟上的所有的这个空城人员啊 就都是军人嘛 还有地面地形的 空军情报部部长啊 等等等等啊 哎 驾驶员的后人啊 等等啊 哎 另外呢 林彪的女婿啊 林豆豆的丈夫 张秦玲啊 千年刚去世啊 他们祭祭一堂五十多人 另外呢 有学者 像杨子民也去世了 徐有瑜 姚坚富 杨继生 高于大姐当然也在啊 还有许多研究林彪这件事件的历史的学者们 著作者们 当年驻蒙古的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和翻译 还有呢 像吴法仙的女儿吴八崔 啊 等等啊 这些人的子弟啊 黄无叶里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 做了一次这个林彪事件后四四十周年纪念研讨会 大家都各述几件啊 对过往的历史进行回忆 哎 这个呢 我做了五集 这个在国内好像还能搜到 你要搜的话还是能搜到 当然通过代理都可以看到啊 这是一年在北京完成的啊 最近呢 我在胡坎里啊 摘出一些片段啊 也做了一些 哎 重新发布了一下啊 另外呢 我回到西安以后呢 在西安知无知 哎 这个艺术传播这个机构啊 在这儿做这个影视部主任的时候啊 我为这个知无知 做了一个系列 哎 配合五周年庆典的这个 一个十二集系列 就是记录了十二个人物 包括陈吴果 哎 对他们的一些采访啊 哎 这个小系列是我最喜欢的 哎 它像珍珠一样的串起来 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金品 我认为是金品啊 是值得一看的啊 另外呢 我在西安期间呢 这近这十年来 哎 我参与了一些这个 行为艺术一些艺术家们的 就是西安也有一个艺术区啊 就像北京的七九八一样的啊 在西安 这个房子城 这个旧厂址啊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国际艺术员区吧 向西石 大家都叫它石头啊 哎 它组织啊 发起 哎 那么几届国际行为艺术探讨 哎 应该是 还有表演啊 邀请了国际最著名的这个行为艺术机构啊 就是 权威机构啊 就是K市国际 哎 这样的成员啊 来西安和大家进行交流 因为西安呢 在行为艺术这方面 也在国内是排前三位的啊 像成都 西安 北京 应该还有武汉吧 哎 都是做的比较火的啊 西安就是 石头做的这件事啊 做的影响深远 联系做了很多年 这个呢 叫做行为艺术汇集 我做了八集 另外呢 古语行动 也是石头他们做的 也是行为艺术啊 每年的古语时节啊 做的 哎 聚集在一起 哎 这样的中外艺术家的交流啊 这样我也做八集 这总共就十六集 关于行为艺术的啊 这个在国内都可以看到的啊 生死存档八集 生死存档是我记录了这个 西肺病啊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个 现在煤矿里不是有那个 陈肺病吗 在打隧道的时候有这个 大青石里边含锡 一种化学矿物质 飞尘里含有这个锡 这个给人导致的这个 就是陈肺病啊 危害也非常之大 我对这样一些 遭受这个陈肺病折磨的这个三线学生啊 他们一般都是从三线离开以后呢 一二十年以后开始复发 最后导致肺部纤维化 不能正常睡觉 全年后依赖这个呼吸机呼吸 当然这八集啊 最后全死了 生死存档 这是八集 徐友臣欺人 徐友臣是河南省交作啊 一个访民 他和张小玉夫妻俩 上访二十多年 最终无果 最后呢 杀了警察 徐友臣这个情况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我要求那些律师 法律界的这个学者 对他进行集中研究啊 拍摄了这么六集 片名就叫徐友臣欺人 下面再说一个系列 就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就是西部自由行 这个有六集 我今天说完这个以后呢 也等于是做了个铺垫 在之后呢 也许下期就要开始了啊 我会专讲这个西部自由行 很好玩啊 因为我在北京这个安平镇居住的时候 结识了一个叫饭和的这个北京朋友啊 他家原来就住在王无井大街那个口上啊 由于拆迁 他们把房子置换到这个安平镇 就是湘河地区啊 安平镇属于廊坊了啊 在安平镇 在安平镇呢 我呢 不得在北京居住以后呢 被迫到了安平镇 租房居住 在这儿呢 我们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啊 直接最后导致我们就是放弃一切啊 然后出行 驾着车 西部旅行 我们给这系列啊 六集啊 起了个名叫西部自由行 饭和呢 他是 简单说两句啊 饭和他是这个摩托罗拉 好像是中国有限公司的一个翻译吧 他的英语水平是没问题的啊 大胡子 像萨达姆 或者说像艾未未 就是那模样 能喝 会炒菜 总是叫我下来 我在五楼上住 他下 适合 下来 我们一块来小卓 我就下的一楼 他的屋里全堆满了书 天天就一个人进他屋里开始 到走啊 就全部是伴随着那个背景音乐 就是 美国西部民谣 直到最后我拍这六部片子啊 也是我们驾着他那个杰大王 往西走的这么一程啊 走了好几个省 最后回到北京啊 在这一路上呢 车里边呢 就永远伴随着这个美国西部民谣 后来导致我都好像犯了异症了 离了这西部民谣就好像不是旅游 有时候我自个儿骑自行车啊 在那个山野里啊 就想起身边怎么没音乐呢 瞬间就耳边都萦绕起这个饭盒在他车里放的那个西部民谣 在这一路过程中啊 我们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当然我会突破这六集啊 去讲得更开一些 围绕这个啊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会有兴趣的啊 最近这个身体是有点疲累啊 所以我是这几天基本上是两天一更新啊 顺便发一发这个陈红果的这个三言两语啊 它的折丝小品 就折携小品啊 还是很有意思的 大家也可以稍等一下看一看啊 我呢 基本上就是两天一更新 这样再做 也得量自己的体力吧 眼看着下个月就 哈哈哈 过了七十大关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好新鲜 Yog菜 好新鲜的 好新鲜王 好新鲜王